民進黨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我們最近 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了台大的管中民闢任案 林志堅論文案 我們看到就是 民進黨跟台大好像有比較多的衝突 那去年全黨力挺林志堅的論文事件 那也對台大有所攻擊 這樣 那以及 可是教育部認定說 這個人 原言基本的就能力都沒有 那你覺得說 民進黨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對台大有沒有一點虧欠 我想是這樣啦 就是說民進黨 推動大學自治 這個 在野跟執政都不會改變 但是不管是管中民事件 或者是林志堅論事件 其實社會都有很多面向 然後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在這個 爭論的過程當中 學習 在下一個階段 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方式 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避免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 歡迎 我們知道說民進黨過去長期在威權時期 對抗威權 追求大學自治 學術自由 民進黨剛剛清楚提到要撇除政治對校園的干預 維護教育中立 大學之聘任 嚴禁政治權利的干預 不過我們最近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了台大的管中敏聘任案 林志堅論文案 我們看到就是民進黨跟台大好像有比較多的衝突 那去年全黨立 林志堅的論文事件 那也對台大有所攻擊這樣 那以及 可是教育部認定說這個人 連基本的都沒有 那你覺得說民進黨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對台大有沒有一點虧欠 那另外一個部分您談到了就是 就是黨政軍退出校園是不是還是民進黨堅持的價值 果然是台大的學生 是吧 哦不是 所以替台大講一點話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 民進黨推動大學自治 這個在野跟執政都不會改變 但是不管是管中敏事件或者是林志堅論事件 其實社會都有很多面向 然後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在這個爭論的過程當中學習 在下一個階段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方式 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避免類似的情況 再度發生 剛剛聽到賴主席提到 未來這些網軍能夠為您所用 還是您已經忘記 網軍曾經對您個人 還有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 第二個問題是跟108課綱有關 剛剛賴主席有提到 對於2030雙女國家的質疑 表達了願意欣聽學生 家長 和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然而在108課綱 已經有許多人提出批評了 確認見到執政黨 聽到大家的聲音 並做出實質改善 想請問賴主席 未來如果有幸當選總統 要怎麼改善民進黨現在傲慢的習性 謝謝 好 謝謝你剛提到誠實面對問題這個概念 我剛剛一開始有報告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在臨床工作上面 其實醫師是必須要誠實面對病人的病情 還有誠實面對數據 還有誠實面對治療的反應 這個是基本的態度 所以我在擔任立委市長 或者是院長的時候 甚至現在副總統也是這個情形 那你剛剛談到的這個108課綱 當然一定會有發生這個許多問題 那我也 我也有聽到 我也知道 大概社會上對108課綱所反應的 諸多問題 那目前是這樣 就是說教育部 他們正在進行這個檢討 檢討的這個事情 那未來我會特別關注 因為教育是百年大祭 關心著國家的未來 那這部分我一定會 注意這個事情 簡單跟你說明 我們想問一下 因為民進黨他們說如果他有設犯一些洗錢才要嚴格處理 但是如果他有使用那些犯罪所得的話 是不是也已經在洗錢的犯儲 我覺得最重要今天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並不是只有單純的洗錢而已 今天台灣已經被國際間認為說他是一個犯罪的天堂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尤其是賴清德這個主席 他應該要很嚴重的這個看待這個事情 他應該要把這個 為什麼台灣今天成為一個犯罪的天堂 然後他的這個 這個要排除黑金 零零這種東西 他都應該出面 講得很清楚 對於到底這個是不是洗錢 我相信這個司法單位呢 他最終他會有做他出來的認定 但在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民眾呢 也希望這個我們的司法單位呢 能夠很務實的 按照法定的規定 他去判斷去執行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最近呢 也有就是 對於這個 用這個兩公約的一個關係呢 把這個原來這個 死刑的這個判決呢 變更成無期徒刑 這個對民眾來講呢 都是一個傷害很大的 那當然這件事情呢 侯友宜在這個 應該是今天的臉書上面呢 其實他也有出來發聲嘛 那我想現在最重要的部分呢 不是針對他的每一個這個犯罪的行為呢 我們去討論他 我覺得那個太狹隘了 我覺得現在應該全民其實最關注的 就是說怎麼樣子 讓台灣的治安呢 能夠重返 過往在這個國民黨執政的期間 那樣子安和樂立的情形 而不是讓所有的詐騙犯 在台灣 然後假借著這個 政治的這個權貴的這個光環呢 然後讓台灣的這個民眾呢 讓他們的受害更深重 因為在那個情況之下 其實損害都已經造成了 那被害人以及他的家人的這個傷害呢 也已經造成了 我覺得從每一個案件 如果我們花這麼多的一個精力去就個案 去講說他應該要怎麼樣解決 那到我相信這永遠沒有解決完的一天 我們今天應該要處理的是從 把這個毒瘤啊 已經發生的毒瘤呢 把它徹底的一個 剷除掉 那這些的毒瘤怎麼造成的 綠色的政權造成的 那綠色民進黨的這個主席呢 當然就應該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